最強的球員出來 我們上次就是因為沒有組最強的球員啦 籃球協會是用籃球協會做SBL嘛 你告訴我們 倉口還是棒協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過 倉口還是棒協 我就跟你講 我要跟你心平氣喔 你老是這樣子 我現在告訴你 你跟我的心情都一樣 都想要組最強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如果不改 你如果不改回來棒球協會 你看看嘛 如果說改過來可以組最強的 一定組最強的 我先告訴你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這幾年跟棒總 跟國際棒總 跟國際棒總誰在聯絡的 我跟國際棒總跟美觀大跟古巴是誰在聯絡 是職棒在聯絡嗎 是職棒在聯絡嗎 你簡單告訴我啊 我們跟國伯棒總的發 是誰在聯絡的 委員這麼關心的話 我真的要跟委員報告 28位選手裡面有21位的選手是職棒的選手 我告訴你啦 我告訴你啦 你不要給我再耍油條啦 我告訴你啦 你今天奧運 你今天不自己負責請辭 你還要那個嗎 你在三個月就下台了 你還在搞 搞這個棒球今天才搞的這樣子嗎 你自己選出來的名單 我告訴你 你敢給我你看看 你不給我改過來你看看 我跟你講 我絕對在宴會裡面提出來 我絕對連署 絕對提出不信任 要求行政 插換你 提委會的立場會選最好的邱雄來代表台灣 主席我想請提委會代主委 請代主委 委員長 委員長 我們是十分鐘嘛 現在還沒開始啊 主委 我先用心平氣核來跟你直選 看你的表現再來決定我的脾氣 謝謝委員 第一個 前一段時間中華職棒 發現打假球 你怎麼處理 在第一時間我們就要求 職棒這邊立即查明 然後也以最快的時間 陳出了我們的球員跟 球團 以及教練 就這樣子而已 我想這是最明快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我想委員應該很清楚 第二個 中華職棒你給他補助多少錢 中華職棒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只有二軍的這個部分 其他沒有任何的經費 補助多少錢 一個對如果說他有達到 我們的需求的話呢 目前是九百到一千萬左右 以下已經補助 今年補助到多少錢 大概 三千多萬 將近四千萬了嗎 對將近 然後今年 職棒到現在辦的情形怎麼樣 人數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 目前就是 球技賽的這個過程呢 平均的人數是兩千多人 是比以前多還是少 今年就是稍微的差一點 那你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方式 我想就是 提升職棒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目前棒球振興計畫已經開始在做 為什麼會減少人數 那當然就是跟產品有關係嘛 就是球賽的好看能不能吸引觀眾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沒有去加要求他怎麼樣 當然為什麼我們會讓 二軍的這個部分呢 希望我們二軍的這個選手 也可以跟上去 你簡短一點好不好 你把重點講出來嘛 我請問你 為什麼那個籃球 美國的籃球 為什麼 林書豪去了以後 紐約的人數馬上就增加了 就是樣板人物很重要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都不肯花錢嘛 那我再請問你 現在馬上會有一個經典賽 請問你 講清楚喔 美國隊的總教練是誰 美國隊的總教練 我現在 這個 這邊沒有 名單 那 會後的話 我是不是把名單 提供給我 根本就沒有關心嘛 美國隊的總教練 前台灣的人都知道 Jim Terry嘛 他有到過台灣來 對啊 那請問你 美國的教練是誰宣布的 我知道委員想要提的就是 棒協嘛 是哪一個就簡單講嘛 棒協 對啊 是美國棒協啊 是不是大聯盟宣布的 好 再過來喔 代主委 國際棒總的總會會長 這個 發 有沒有帶10頁1號寫信給你 體委會是有收到這個信 怎麼寫 內容怎麼樣 他要我們來協調 就是經典賽的這個部分 看是 成棒 就是有棒寫 還是 職棒這邊來 我告訴你 主委 你不要再 大庭廣眾是欺騙人家 什麼要你去協調 他裡面寫得很清楚啊 寫得很清楚啊你知道嗎 你這樣欺騙大家啊你啊 委員我沒有欺騙 怎麼樣 要不要我唸給你聽 委員這個是 要不要我唸給你聽 美國寫的一封信 他要要求體委會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協調 我想這個是很清楚 所以我剛才講啊 你要誠實答啊 你不誠實答我就 經典賽特別講經典賽喔 組成國家代表度的責任 因屬於 相應的國家單向協會喔 台灣的單向協會是誰 沒有他是窗口啦 就是 報名的窗口是棒寫 這確實是沒有錯的 對啊 好 既然 你看現在美國的 這個 經典賽也是一樣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誰在組成呢 誰在組成呢 其實 委員也很清楚 其實是職棒跟棒寫 一起協調出來 因為經典賽是一級賽事 那一級賽事有職棒國家的選手呢 基本上都是職棒的選手來代表參加 你說以我們 我們國家來說的話 那現在我請問你 我請問你 這一次的你認為我們的 這一次經典賽的投手哪一個可以 哪一個可以嗎 我們有好幾位的選手 你講啊 我們現在28位的選手 那28位的選手裡面呢 其實有22位的選手是職棒的選手 我現在問你們 就像我現在一個一個答覆嘛 現在職棒現在的 這個職棒裡面的投手哪一個可以應付這次的經典賽的資格賽嘛 我想每一個人都相當不錯啦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聽了解嘛 你根本就沒有了解 這一次我們的資格賽也好 都要靠李日嘛 李美嘛 我們這一次的投手其實就已經有14名的投手 那當然 絕對是要依照 教練按照他們一個實際情況來調度 應該是這樣子說 比較公平啦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委員會 我現在再請教你 誰會上場 沒有關係 那現在我請教你 比較嚴重的 本來我們棒鞋跟職棒 大家 你要組成這個 這個培訓委員會 我們都 讓步了 棒鞋都讓步了 都沒有意見 我們就是共襄盛己來組成最好的球隊 是 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對啊 那你為什麼 你憑什麼資格 可以去 你自己來要求說 對種的倉口是 排除了棒鞋 然後中華職棒呢 你違反了國際棒總的規定呢 委員絕對沒有這種事 報名的窗口 還是絕對是棒鞋 你報名的單位是棒鞋 但是下面所有的組成 都不讓棒鞋的單位 你看 你開會裡面做成的結議 你不要一首周天啊 你的開會的結議廳有十三項 正式喊給棒鞋 只有多少項 六項 其他七項都沒有喊給他 然後呢你公文就 會議紀錄裡面呢 就寫一個什麼 說他沒有 沒有答覆 沒有公文來 沒有表示意見 沒有委員 我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我們在上個星期四的 晚上 我們 經濟處特別找棒鞋 跟職棒來做 做協調 就只有選 遜賽 因為大部分 有二十一個球員 都是職棒的選手 就只有選 遜賽喔 是屬於職棒 其他全部都是棒鞋來負責 我想這非常清楚的 你錯了 你錯了 我剛剛已經講 十三項裡面 你只有喊給我們棒鞋 六項 請他表示一件 其他都不要一首周天 然後呢就表示棒鞋位表示意見 沒有委員 然後呢 很明確的跟委員講 選訓賽的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職棒 那其他的 比如說辦理比賽 等等國際窗口 還是以棒鞋為主 我跟你講 這是非常明確的 今天如果棒總 不承認你這個 你現在報名 我們棒鞋 不幫你報名 你現在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要協調 我不幫你辦 以前幾年都沒有事情 你今年來到以後你就介入了 然後就要交給職棒了 沒有委員 這是我們按照我們棒球真心計畫裡面 在第十九頁寫得非常清楚 就一級賽事 一級賽事的這部分屬於亞運 奧運 那現在已經奧運沒有 包含經典賽都是屬於一級賽事 就是有體育委會來協調 職棒或者是棒鞋 那現在協調 你現在講到協調的重點 協調現在棒鞋不同意 你現在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就只有 選訓賽的這個部分 是給職棒 因為委員也很清楚 二十八個球員裡面 我給你講 二十一個是職棒的選手 你報名要棒鞋去報名 主訓啊然後經費那直接撥給棒球鞋 那個中華職棒 你這樣做對嗎 你把棒鞋放在哪裡 國際棒總已經告訴你很清楚 我對董的單位就是中華棒球協會 我不是對董的單位 不是中華職棒 你明知道 國際棒總的會長誰進給你 你還這樣子胡搞亂搞下搞 委員其實這個 這封信委員如果說仔細的去看 我們體委會的立場 就只有一個目標 選最好的球員來代表台灣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現在通政最強的投手是在哪裡 是不是李日 還李美的球員 我們現在有二十一個是中華職棒的選手 現在我跟你講 以後 里外有五名選手 你現在將來要出來比賽的經典賽 資格賽我不敢講啦 資格賽因為陳偉英啊 王建民啊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回來 但是 真正的經典賽的時候他一定會參加 那是 主要的成員是誰 主要還是李日跟李美的 球員嘛 絕對不是這個職棒的球員嘛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有職棒的選手 所以好那我請問你 里外球員的聯絡工作是誰做的 我們這個也是交給棒協 是棒協聯絡還是中華職棒聯絡 當然這我們也是交給棒協來聯絡啊 對啊 你要我棒協來聯絡 然後呢所有的經費補助呢 全部給職棒 沒有 誰去搞你 誰幫你弄啊 像這個部分喔 其實棒協來聯絡 這個經費就是撥 撥給棒協 比如說包含 舉辦比賽 比如說我們的預賽在 我現在就跟 戴主委 都有棒協來負責 本來 過去這幾年都沒有 平安無事 結果你今年這樣搞了以後呢 現在 本來我們跟職棒 你要從主席培訓委員會 我們都是 樂於來協助 組成一個最強的隊伍 但是那你對中倉口呢 你就來擺到中華職棒 你把棒協放在哪裡 我跟你做報告 所以主委 我現在警告你 我現在正重的警告你 你如果還是 職民不務你還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在宴會提一個 不信任案 要求行政院 撤換體委會主委 我現在正重的警告 我們體委會 就只有一個具體目標 我們要組最強的隊伍 我今天會組一個案子 我會提一個案子 我要求你 公正回來 你不公正回來 我今天在 剛剛在黨團大會 我已經提出來了 我先告訴你 你 你 委員我們希望組最強的隊伍 我想這是我們 你如果不敢你看看 我絕對要求行政院撤換你 我還是會組最強的隊伍 沒有事情你搞到這樣的事情 本來我們 我們棒協跟中華職棒都搞得好好的 插手一管 然後呢 一手周天 開會呢 重要的內容不通知 我原上次你如果記得的話 2008年 我們棒球 經典賽打輸的時候 你也是同樣 你要我組最強 你那個時候告訴我 要組最強的隊伍 我今天要組隊長的隊伍 我今天要組隊長的隊伍 我們沒有補助職棒喔 我要組隊長 所以我現在有這樣的反應 有補助職棒喔 我們現在有經位補助職棒喔 他當然不 以前是我們沒有經位補助他 所以他可以不鳥我們喔 現在我已經補助 選訓賽都有 第二個 我們的職棒裡面 我們還有幾位選手是 因為我們培訓他 所以不用當兵 有國家賽事 他一定要參加喔 主委 我相信你跟我一樣 絕對是想要組最強的隊伍出來 但是你要組成最強的隊伍 你透過我們棒球協會 那我請問你一下 我們將來 我請問你 你現在國家代表隊籃球 你是透過SBL 還是透過籃球協會 委員 我記得你上次再諮詢我的時候 你是透過SBL喔 還是透過籃球協會嗎 一定要組最強的球員出來 我們上次就是因為沒有組最強的球員啊 籃球協會是由籃球協會還是SBL 你告訴我們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過 我跟妳講喔 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我要跟你心平氣喔 你老是這樣子 我現在告訴你 你跟我的心情都一樣 都想要組最強的隊伍 我現在告訴你 你如果不改 你如果不改回來棒球協會 你看看吧 如果說 改過來可以組最強的 一定組最強的 我先告訴你 我跟妳講 妳知道我這幾年跟棒總 跟國際棒總 跟國際棒總誰在聯絡的 我跟國際棒總跟美觀大跟古巴是誰在聯絡 是職棒在聯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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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簡單告訴我啊 我們跟國伯二棒總的發 是誰在聯絡的 委員這麼關心的話 我真的要跟委員報告 二十八位選手裡面有二十一位的選手 是職棒的選手 我告訴你啦 我告訴你啦 你不要給我再耍油條啦 我告訴你啦 你今天奧運 你今天不自己負責請辭 你還要那個嗎 你在三個月就下台了 你還在搞這個棒球經典在搞的這樣子嗎 你支持選出來的名單 我告訴你 你敢給我你看看 你不給我改過來你看看 我跟你講 我絕對在宴會裡面提出來 我絕對聯署 絕對提出不信任 邀請行見 撞換你 提委會的立場會選最好的球勇來代表台灣